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给谁发信息呢 编辑 他催我交稿 你骗人 每次编辑催你稿 你都愁眉苦脸的 你笑给谁看的 把手机给我 把手机给我 给我 你给我站出来 你给我回来 四月十三日 今天陪伴了我五年的手贵板坏了 我爸妈刚把我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赚走 我没钱买新的 老板您好好帮我看看吧 真修不了了吗 这原价坏了 都不知当修了 那还不如买块新的 造价太高了 谢谢 他也有什么东西啊 那个 我帮你看看 我帮你试试吧 嗯 五月二日 他人真的很好 我想我喜欢上他了 也许这就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吧 露露 露露 不是 快 车上喝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 哪该有多幸福啊 六月九日 刚刚赶完稿 好困啊 手机也没电了 明天再说吧 别跑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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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傲苏 你少什么呢 你少什么呢 这男的谁 这是我的 我不让你把除了心情意外 送到男的山了吗 这是谁 这是我的心理 这山 我最初以为 三次元的爱情 也能和属于我的 二次元少女漫画一样浪漫 但现实给了我沉重的遗迹 我今天发现她偷偷用我的邮箱 给我的心理咨询师 颜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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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开门好不好 颜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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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错了 颜诺 我求求你了开门好不好 颜诺 六月十三日 今天 我在书架上发现了录音笔 但是我不能证明这支录音笔是她的 没法抱歉 我提出了分手 颜诺 你别离开我 颜诺 你别离开我 颜诺 你别离开我 颜诺 颜诺 你别离开我 你别离开我 离开离开我 我们去同屋于尽 来 葳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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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双号码是多少 葳葳 你为什么不敢联系这个人 你一定很想联系他吧 他是谁 老公 这条裙子太贵了 我信用卡刷爆了 没事 老婆 我给你打钱啊 别担心 老公 我闺蜜买的包包超好看 我也想要 好 给你买个更好的 老公 你晚上还回来吗 不行 我得加倍赚钱 不然哪来的钱买包包啊 每天上班要挤地铁 身上都臭死了 等我再够了钱 一定给你买辆车 分手吧 我爱上别人了 葳葳 你别离开我行不行 葳葳 真的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别离开我行不行 葳葳 葳葳 你别离开我 葳葳你接电话 葳葳 你接电话 葳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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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葳葳葳 葳葳葳 来 葳葳是你前女友吧 如果你愿意 此时此刻葳葳就站在你面前 依然还穿着那条裙子 什么意思啊 你希望她跟你说些什么 对不起 其实你拥有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内在力量 这些力量可以帮助你跟自己的初恋告别 李老师 你说王叔在每段恋情里都这么控制于爆棚 就只是因为初恋女友的背叛吗 恋爱中会表现出控制于强 顶多算是个性缺失的一种 而亲密关系中的不安全感 深层原因来自于内心的依恋问题 不像是其他情侣间因为长期性格不合而导致的分手 初恋女友的背叛 对于王叔来说更多是突发性的 无欲照的 也就是说在接下去的恋情里 王叔会对所有不确定的事情 产生敌对的心理 草木皆兵 把对初恋女友的情节 转接给接下去的每一任 对他人的不信任 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我想见念乐了 言乐他现在应该不想见你 你帮我跟他说一声 对不起 我不该把那些恨转嫁给他的 也谢谢你跟林老师帮我打开心结 我在催眠里跟他和解了 我也该释怀了 初恋的背叛对你来说是 难以接受的 突发性的 而你的反应 深层原因是来自内心的依恋问题 能在这个时候解开心结 还不算太晚 谢谢你啊 再见